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台东县卫生局今天举办了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优良业者表演大会 鼓励及肯定业者也期盼业者持续保持卫生优良品质 另外现场还有摩采活动 业者除了获奖之外还可以拼运气 看看能不能获得最大奖 由丁春花拉马舞蹈团 通过舞蹈表演为通过平和的业者一同来加油 台东县卫生局今天举办餐饮卫生管理分级平和优良业者表演大会 鼓励以及肯定业者并期盼业者持续保持卫生的优良品质 提倡的所谓慢经济 在吃的这一块 它一直很重视的就是增善美这三个概念 那其实通过这样的卫生品比当中 我们希望让不管是在台东县 或者是来台东旅游的游客们 所吃到的东西都是干净卫生的 而这一次一共有60家业者获得优籍认证 并由副县长亲自颁发证书 也期盼业者持续保持卫生的优良品质 加强食品卫生的自主管理 保障消费者权益 很多路上的商店 尤其是餐厅 纷纷都开了新的店 而且很多岛的店它还重新去改装 那门面改善之后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的卫生跟品质部份 那我想这一块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 一起来替台东的观光做打听 那我相信由于各位的这样子的认真 我们的整个餐饮这一块 除了我们原来用我们的台东美食 去吸引很多人来之外 我们有个干净的一个场地 来去让我们隔客有一个最好的一种服务的感受 另外现场还有摩采活动 业者除了获奖之外 看能不能获得最大奖 透过卫生环境平和 让到餐厅的人能够有好的饮食环境 也共同为台东的餐饮环境 一起来努力借番罪台东市报导